大家好,我是全书 距离上次故事已经三年了 大家都成长了不少 而在数码世界里正面临一场大危机 一个叫暴龙改造者的人 正在用他的邪恶环捕捉数码宝贝 迪路兽也在其中 另一边阿武五年级转来玉台长小学 他与六年级的景上经 和三年级的火田一只住在同一公寓 在学校还遇到一个跟他也很像的人 他是足球部的本宫大府 阿武转到小光的班级并坐在一起 旁边的大府看得很是羡慕 回到数码世界 倒下去的牙骨兽呼唤着泰一 巴达兽他们被螳螂兽追击 赶来的泰一发现牙骨兽无法进化 因为这片区域被暴龙改造者控制了 还好敌路兽过来带他们去洞里避难 泰一通过数码终端机发出求救信 在电脑室的小金收到信 他机智地找到了小光他们 大家也碰巧遇到光子昂 他也收到信准备去电脑室回复 之后一只来这里找小金回家修电脑 光子昂则刚打开连接数码世界的门 泰一在洞中发现了一个刻有勇气徽章的东西 就在泰一碰到他时 三颗光球突然出现并飞走 通过光子昂打开的门来到现实世界 分别击中大斧小金和一只 那颗光球变成了新的神圣计划 就这样大家进入到数码世界 光子昂因为被小金看到所以没去 他这时还不知道小金和一只 也是被选招的孩子 大斧进入数码世界后一幅会变 他们终于找到了泰一 泰一也差异为什么大斧会来 大斧是泰一在足球社的晚辈 小光看到迪路兽的神圣环不见了 原来是在逃走的时候弄丢的 之后大家在洞里互通情报 得知暴龙改造者也拿着跟大斧 类似的新神圣计划 现实世界中小金也亮出神圣计划 迪路兽因为神圣环不见实力减半 其他数码宝贝则是无法计划 总之第一步的数码宝贝相当被动 而暴龙改造者通过邪恶环监视他们 这一次他准备放出角龙兽去攻击 在洞里只有大斧能拔出那颗蛋 就在这时他的数码宝贝V仔兽出现了 原来那颗蛋叫装甲数码蛋 V仔兽一直在等待可以搬动 勇气装甲数码蛋的孩子 这时角龙兽正好攻了过来 逃跑的过程中V仔兽叫大斧 怎么才能够让自己进化 眼看角龙兽攻向了牛道角的小光 大斧举起装甲数码蛋喊出了 数码之心升级 V仔兽装甲进化成烈焰兽 经过了一番战斗之后 在迪路兽提醒下烈焰兽打碎邪恶环 就这样角龙兽恢复正常离开 大斧也多了一个终端机 而那个暴龙改造者也有只数码宝贝 之后太一将本体护目镜交给大斧 勇气找到了他的继承者 之后太一他们通过一台电视机 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小金和一只也了解数码世界的存在 晚上太一和其他人说明情况 苏娜开始担心比丘兽他们 远在美国的美美也担心巴鲁兽 其他人也是一样的 第二天光子昂打不开数码世界大门 直到小金他们出现门才打开 看来是对新的神圣计划有反应 就在大家准备出发的时候 腾山老师突然出现 太一将他支开 其余人来到了数码世界 小金和一只的服装也会跟着变化 而暴龙改造者已经恭候多时了 这次他派出的是螳螂兽 就在大家和数码宝贝相遇时 螳螂兽攻了过来 迪路兽他们不是对手 大斧被钻地兽偷袭掉下去 接着毛人兽偷袭V仔兽也掉了下去 暴龙改造者抓住了大斧和V仔兽 并拿走了他的神圣计划和终端机 小金和一只已经看傻了 在逃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 自己的神圣计划有反应 在比丘兽的指引下 大家来到一处类似玛雅遗迹的地方 这里有爱心和支持的装甲数码蛋 然而素娜和光子昂却抬不动 他们让小金和一只过来尝试 传承在这一刻开始 小金的数码宝贝叫麻鹰兽 一只的数码宝贝叫穿山兽 麻鹰兽提到要战斗小金就有点害怕 还好素娜用美美举例鼓励了他 光子昂也同样鼓励了 跟自己一样有很多求治愈的一只 接着小金和一只喊出 数码之心升级 麻鹰兽装甲进化成铁鹰兽 穿山兽装甲进化成钢钻兽 他们赶紧去救大斧他们 此时暴龙改造者准备控制V仔兽 不过V仔兽很有信心自己只属于大斧 关键时刻小金和一只救下了他们 迪路兽也拦住了暴龙改造者 虫虫兽突然跳出来说要保护小贤 结果被迪路兽打飞并撞掉神圣计划 也因此V仔兽装强装甲进化烈焰兽 大家分别打碎了对手的邪恶环 毛人兽他们也都恢复正常离开 而大家也都回到现实世界 数码宝贝们也跟了过来 比丘兽和甲虫兽选择留下调查情况 第二天大家又来电脑室集合 家里开超市的小金给数码宝贝们 带来了不少好吃的零食 迪路兽应该会觉得这件很难带吧 一只这时再跟蔬菜都争还没来 所以大家打开电视等他 电视里正在介绍天才少年一成四贤 他基本是文武双全的类型 不过现实中他的性格不怎么好 而且对父母不大理睬 看得出他应该就是暴龙改造者 来到数码世界的他又在抓数码宝贝 这次他抓了爱丽兽回来 他逼被邪恶环控制的数码宝贝战斗 并以此为乐 接着大斧他们也来到数码世界 他们发现附近有装甲数码弹 小贤这时候也知道他们来了 他用立体影像质问大斧他们 为何可以自由进出数码世界 大家才知道小贤也是被选招的孩子 他觉得跟大斧他们一样被选上 是对自己的一种贬低 小贤把这里当作是游戏世界 并且要当这里的王 接着他派巨龙兽攻击大家 全部一共是五只 巴达兽和狄独兽无法进化参与战斗 原因是小贤黑暗塔的作用 所以巨龙兽主攻巴达兽和狄独兽 一只带着阿武小光去找装甲数码弹 其他人暂时挡住巨龙兽的攻击 这一次他们找到了光明和希望 阿武和小光的神圣计划也发生变化 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装甲数码弹 巴达兽装甲进化成了天马兽 迪路兽装甲进化成了尼菲迪兽 他们两个合力打碎巨龙兽的邪恶环 结束后大家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并且还在讨论暴龙改造者的情况 隔天大家来营救被困的数码宝贝 还把矿石兽带回电脑室 他们可以假装是雕像不被发现 回到数码世界加布兽被抓了 原本想趁机逃跑的他被逮个正着 然后就被红鼻子兽打落水中 上岸的加布兽正在努力求救 大和这时正在参加演出 结束之后本公纯还来找他签名 本公纯是大福的姐姐 但是关系不大好 接着阿武和大和就收到消息 大家急忙来到数码世界 加布兽带他们去解救其他数码宝贝 同时大家还无视大福 想要直接攻进去的鲁莽举动 他们假装被邪恶环控制 带着被抓的孩子来到里面 然后再打败看守逃出来 大和再次阻止想要战斗的大福 因为戒备森严他们在找其他出路 途中阿武和大福说见到他姐姐 大福也表达出对姐姐的不喜欢 大和过来让他注意说话方式 小光过来说不喜欢说姐姐坏话的人 大福比较在意的是小光的评价 之后大家找不到出路被围堵 他们都被抓起来 红鼻子兽痛揍V仔兽 大福忍不住想要替他挨打 结果在被打第100下时 V仔兽躲过攻击导致黑暗塔有裂痕 也因此熟悉的音乐再次响起 加布兽终于进化成功加鲁鲁兽 V仔兽也进化成烈焰兽 大家共同击退了敌人 之后太一他们赶到了现场 钢钻兽破坏了黑暗塔 邪恶环的控制能力也消失了 小金推测通过黑暗塔释放的电波 才得以控制带有邪恶环的数码宝贝 这下大家终于清楚到底要干嘛了 光子昂这边通过新的神圣计划 发现了数码世界的地图 黑色是被黑暗塔占领区域 把塔推倒就会变成白色 而小贤则依然胸有成竹 之后他还在扩充自己的领地 蠢蠢兽来关心却被踢开 哥马兽阻止了小贤对击杀兽的鞭打 但是下一刻他却受到了惩罚 被抛弃的哥马兽在风雪中前进 他找到了一台电视机并求救 阿祝和小金他们分别收到信号 一只因为担心数码世界 所以在练习见到的时候不专心 爷爷让他去做想做的事情 阿祝也翘了补习班来到电脑室 一只很认真的要跟阿祝自我介绍 但是被传送给打断 因为被传送到雪地所以太冷了 多亏阿祝准备了卵宝宝 然后他们发现了变体鳞伤的哥马兽 得知情况后大家要去破坏黑暗塔 他们坐了一个雪橇前往目的地 小贤则让雪人兽出来迎击 阿祝他们不战斗的直接冲过去 不过雪人兽引发了巨大的雪浪 在躲避的过程中一只不小心落水 阿祝贴心的给他感冒药 并留在洞里照顾一只 其他人去破坏黑暗塔 阿祝还鼓励一只 勇敢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时小贤带着贝壳兽打过来 阿祝这边让哥马兽帮忙拖时间 奈何无法进化打不过 钢钻兽先是过去帮忙解救哥马兽 然后又舍身保护住一只 并趁机一个回身打破邪恶环 但是下一刻龙虾兽就出现了 他将钢钻兽直接拖入水中 这时黑暗塔被成功破坏 哥马兽进化成海狮兽 潜入水中解救钢钻兽 并合力一起打退了龙虾兽 结束之后一只终于可以认真地跟阿祝做自我介绍 他觉得想做了事就要坚持到底 一只同时具备光子昂和阿祝的特点 小贤这边则有点生气 之后大家就回到电脑室 第二天一架飞机落地 美美从美国回来了 豆丁兽叫醒了睡晚觉的大府 其他孩子都准备好要出门了 家里开超市的小金带了很多吃的 大家原来是要去数码世界野餐 美美这时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是回来参加表姐婚礼的 路过学校就从后门进来怀念一下 然后他们就一起去数码世界野餐 路上美美跟小金聊得很开心 阿祝说肚子饿了大府说继续走 小光说肚子饿了大府说那就吃饭吧 接着穿山兽丢食物给麻鹰兽没接到 于是小金和他就去捡 美美担心他们就跟过去结果摔倒 他们掉到了一个地方便看到黑暗塔 然后就出现了一堆蝌蚪兽和青蛙兽 因为被邪恶环控制了 所以开始追击美美他们 关键时刻巴鲁兽救了他们 美美和巴鲁兽相拥而弃 他们都非常想念对方 巴鲁兽以为美美是特意来救他的 结果美美说肉嘴是矮野餐的 那么这就有点小尴尬了 不过美美马上说要打倒黑暗塔 这时大府他们也在找美美 不过小金发出的信号非常弱 小贤按照虫虫兽的建议 他派出蟑螂兽兄弟攻击 蟑螂兽想跟他们约会被拒绝 于是蟑螂兽兄弟就准备攻击他们 这对兄弟还很有礼貌互相牵浪 最后决定一起朝对手丢垃圾 由于垃圾有很多种类 所以美美他们只能赶紧逃跑 小金看到被控制的蟑螂兽兄弟 感情还这么好 就幻想了下自己和美美 感情也又这么好就好了 之后小金带着铁银兽迎击 美美突然想到了一个计划 小金吸引蟑螂兽冲向黑暗塔 美美则用聚光灯让他们看不清 所以蟑螂兽撞坏了黑暗塔 巴鲁兽终于进化成了仙人掌兽 他们合力破坏了黑暗塔 小贤这下十分的不开心 虫虫兽希望他能成熟一些 大幅他们也收到小金没事的消息 解除了邪恶环的蟑螂兽开始吵架 看来他们还是戴上邪恶环比较好吧 仙人掌兽说之后他会守护这边区域 野餐结束各自回家 小金表示很开心 之后孩子们乘乘追击 继续破坏各地的黑暗塔 不过在守卫兽的地盘遇到了阻碍 于是大家决定还是先撤退 结果因为一个守卫兽破坏了电视 最后一个走的小光没有回来 他通过终端机告诉大家自己没事 于是大幅和阿武回到附近地区营救 一只和小金赶紧通知太一他们 因为天快黑了再不回去家长会担心 大和则来大幅家说大幅在阿武家玩 结果被大幅姐姐给拆穿了 姐姐答应保密但是大和要跟他约会 另一边因为还没进入到黑暗塔区域 所以阿武让巴达兽进化成天使兽 一旁的大幅他们看呆了 天使兽一击就打败了看守的敌人 不过一踏进城里就退化成巴达兽 大幅在得知小光的敌路兽 也能进化成天女兽 而且天女兽和天使兽听上去更配哦 他希望V仔兽也能进化成超级天使兽 不过现在还是救小光要紧 小光这边已经快撑不住了 多亏大幅和阿武及时赶到解围 这时完全体安渡路兽突然出现 他是奉命来干掉小光他们的 烈焰兽被一击打回成V仔兽 天马兽也打不过这个完全体 小光坚信这个安渡路兽 是他们认识的那个 这时安渡路兽发现了 大幅头上太医的护目镜 铁鹰兽和钢钻兽也前来支援 不过他们的攻击对安渡路兽无效 安渡路兽又发现了感癌的太医 最后他举起了小光 在小光的眼泪及神圣计划的作用下 记忆的碎片边回了那张照片 安渡路兽自己摆脱了邪恶环的控制 他还直接干掉了黑暗塔 这片区域也恢复了正常 回到现实世界后 光子昂告知大家 新的神圣计划调查结果 不过大家太饿了就先回家去 隔天大幅收到通知 周天他们要和小贤的足球队比赛 小贤是现在足球少年的偶像 大幅想想都激动不已 周天大家还去给大幅加油 结果一成四贤并没有来 上半场大幅投进一球 玉台场1比0暂时领先 结果中场休息时小贤过来了 他也注意到了被选招的孩子们 下半场小贤一共进了9个球 其他人跟小贤完全不是一个水平 不过最后一球被大幅精彩解围 也因此小贤的右脚受伤了 大幅过来道歉两个人聊得不错 第二天一只发现新的黑暗塔 这次是剑在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地方 虽然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大家还是决定要去查看一下 结果在路上除了大幅之外 其他人都突然消失不见了 这时传来了暴龙改造者的声音 他告诉大幅要救人就往前走 之后大幅看到同伴都被绑起来 暴龙改造者还用三头龙兽威胁大幅 想要救人就跪下求牢 大幅二话不说直接下跪 暴龙改造者还要求V仔兽踩大幅的头 为了同伴的安危大幅愿意承受 结果却被高知只能放一个人 在沙漏计时完毕之前由大幅来选 最终大幅都不知道选谁 他准备用自己的命换大家安全 还好阿欧他们及时赶到 原来那些被绑起来的同伴 都是被控制的猛鬼兽变的 之后暴龙改造者控制猛鬼兽阵型 通过阵型变换占据上风 不过他被突然来袭的大幅推了下去 猎焰兽这时攻破三头龙兽 其他人则破坏了黑暗塔 而大幅发现暴龙改造者右脚有伤 他也直接承认自己就是一成四贤 小贤说今天只好认输了 下一次一定会认真战斗的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赢过呀 所以为何被选招的孩子一成四贤 会变成暴龙改造者呢 此刻他看着自己的采访录像 似乎很讨厌的样子 他对身边人的夸赞不以为意 宠重兽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另一边大幅告知大家小贤的身份 光子昂觉得应该调查一下 然后小金带着零食来到电脑室 狄鹿兽这次也吃得很开心 真香 小金还带来了小贤的采访资料 通过资料光子昂确认了小贤的家 而此刻小贤的父母发现小贤不见了 电脑上留下离开这个世界的留言 大幅他们赶到小贤家附近时 才得知小贤已经失踪了 隔天通过数码世界地图的黑点增多 大家判断出小贤一直在数码世界里 而且黑暗塔一夜之间增加了不少 于是大家赶紧前往数码世界 小贤这边似乎准备对暴龙兽下手 宠虫兽则很开心小贤一直留在这里 而来到数码世界的大幅他们 这次碰上的是火焰兽 烈焰兽的攻击对他们没有什么效果 铁鹰兽的狂风也只会助长火焰 钢钻兽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还好天马兽和尼菲迪兽攻击有效果 而小贤这时带着被控制的雅骨兽 朝着大幅他们这边过来 邪恶环无法控制完全体的安都路兽 所以他想先控制成熟期的雅骨兽 然后让雅骨兽黑暗进化成 完全体的机械暴龙兽加以控制 结果雅骨兽却进化成了丧尸暴龙兽 这下有点小激动 丧尸暴龙兽争多束缚跳下来 烈焰兽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但是转眼之间 丧尸暴龙兽炸掉黑暗塔 小贤只好派出黑暗巨龙兽攻击他 却依然不是对手 最后丧尸暴龙兽力气耗尽 又变回雅骨兽并被带走 小光则认出那是太一的雅骨兽 此时光子昂在电脑前发现 太一的雅骨兽所保护区域 全部变成黑色的了 隔天大家准备去营救雅骨兽 小金估计因为昨天看到丧尸暴龙兽 有点害怕而不想去 太一并没有勉强他 大家也都安慰小金留下还没事 小贤还在研究邪恶环 为什么不能控制完全体 来到数码世界后 大家开始找雅骨兽 太一此刻是相当生气的 因为自己的好友雅骨兽被抓走了 小贤这边在暴龙兽的进化实验中 发现邪恶环不能控制完全体的关键 太一他们从雄木兽这里 知道了小贤的大概位置 小金这边还在纠结自己的犹豫 光子昂那边收到新的消息 雅骨兽在一个叫乐可魔阵的地方 雅骨兽这边还在被痛苦的实验着 小贤开始尝试改变邪恶环的形状 这时重重兽偷偷放走雅骨兽 逃跑的雅骨兽正好与太一他们相遇 之后小光提出赶紧撤队 不过太一和大斧意见一致 既然到了这里就要打进去 也刚好可以为雅骨兽讨回公道 就是大斧你没注意 刚刚推的是小光吗 而小贤这边才发现雅骨兽不见了 并且也知道是重重兽放走的 重重兽只希望小贤能多关注自己 他也希望自己可以进化帮助小贤 然而小贤并不领情 之后小贤就和大斧他们打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贤用新的邪恶环控制雅骨兽 这次雅骨兽终于进化成机械暴龙兽 因为是病毒型所以是蓝色的 接着天马兽和尼菲迪兽用天使合击 暂时将机械暴龙兽困住 猎焰兽和钢钻兽想要打碎邪恶环 但是目标太小不容易打中 心急的太一让大家不要攻击 正是因为这一刻的犹豫 机械暴龙兽挣脱了束缚 一招纠击破坏炮 猎焰兽他们根本招架不住 眼看新的邪恶环大功告成 无需借助黑暗塔还可以控制完全体 小贤带着机械暴龙兽去征服其他区域 太一这下已经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小金带着大和赶过来 小金克服了恐惧要来帮忙 大和也正好从小金纳得知情况 所以他们就一起来了 大和在了解刚才的事情之后 他一拳打醒了太一 太一也明白自己刚刚错失良机 现在不应该是犹豫的时候 太一让大家下次战斗时使出全力 此时小贤带着机械暴龙兽势如破竹 太一他们收到光子羊的情报追击 大和让甲虫兽去把加鲁鲁兽找过来 大斧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全力战斗 阿欧表示现在只能这么做不能犹豫 两个人就开始吵架 嗨和大和让大家不要劝架了 根据第一部的经验越吵感情越好的 路上他们还发现了友情装甲数码弹 大和你不要试了你肯定拿不动的 其他人也都试了一遍不行 最后轮到了搞不清楚友情的大斧 果然他也拿不动 这时黄蜂兽喜爱并带走巴达兽 原来是小钱要抓巴达兽来试验 他害怕猎烟兽会打伤巴达兽 阿欧很生气大斧的这份犹豫 因此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小闲眼看就要给巴达兽带上邪恶环 阿欧直接冲了上去 多亏他一及时推开他才没有被打中 危机关头加鲁鲁兽出现救下巴达兽 大斧这边开始思考 他不确定如果是猎烟兽遇到危险 他能否冲得出去 之后大家合力攻击机械暴皇兽 因为大斧的犹豫V仔兽解除中甲进化 不过大家都没有放弃 大斧感受到别人和数码宝贝的羁绊 再加上阿欧过来好好劝说他 大斧为自己不能帮到大家深感愧疚 也正因此有情装甲数码但有反应了 他自己来到了大斧的面前 伴随着数码之心升级 V仔兽装甲进化成雷龙兽 在大家的鼓励下 加鲁鲁兽配合雷龙兽打碎了邪恶环 雅谷兽也因此得救了 他也和雅谷兽都十分的开心 而大斧好像不明白自己做对了什么 小闲这边暂时撤退 大家也回到现实世界 隔天是休息天 打网球的素娜收到比球兽的求救 他赶紧联系小光他们 结果小光和阿欧都没有收到消息 于是素娜跟一只小金大斧他们 出发去数码世界救援 这次来到一个类似西部小镇的地方 他们在一家酒馆遇到五角星兽 自称正义的他请孩子们喝牛奶 当素娜问起比球兽的事情时 五角星兽也说自己在找他 不过下一刻提到邪恶环的时候 五角星摘下帽子表示 不好意思我头上就有个邪恶环 然后素娜他们就被抓去关 结果在这里遇到了比球兽 比球兽因为被飞龙兽打败了 所以逃到这个小镇结果被抓 然后自称正义的左伦兽就出现了 一听到正义孩子们就充满着怀疑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被控制 左伦兽把自己拖个金光 以此证明自己身上没有邪恶环 不过他只是想跟女生玩扑克牌 所以他还只是救女生出去 之后五角星兽回来发现不对 搞笑的是左伦兽还加了很多锁 五角星兽放下自己的便当就要去追 一只让川山兽咬断绳子做个套索 他们把便当套过来吃下 因此川山兽才有力气进化砖破墙壁 另一边五角星兽找到了左伦兽 他们准备用决斗的方式分胜负 背对者走三步之后是左伦兽获胜 不过之后因为手枪没子弹被打败 赶来的大符合雷龙兽也不是对手 于是V仔兽就进化成猎烟兽 五角星兽就这样被打飞了 并且还撞坏了隐藏在高台的黑暗塔 就这样比丘兽得救了 于是大家开始一起玩扑克牌 这是树王宝贝第二部的十二集 可以看出充满着西部牛仔的元素 小镇酒馆警长牛仔帽牛奶和扑克牌 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西部元素 而下一集则充满着克苏鲁神话元素 负责脚本是小钟千招 这一集的标题叫做达宫兽的呼唤 本集一开始达宫兽巨大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黑暗之海当中 之后标题画面出现的树王文字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在永恒的宅底拉莱耶中 长眠的克苏鲁后鲁鹿梦 接着迪悟兽发现小光最近有心事 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的小光 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大海之中 阿奥看到要消失的小光急忙叫醒他 之后小光因为身体不适就去保健室 结果途中发现身后竟然有人跟踪 下课后阿奥发现小光没有去保健室 他在学校的场野上找到了小光 小光提到自己去了海边 还说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了 因为一直有人在呼唤他 阿奥有点不明情况 当小光再次提起哥哥会保护他时 阿奥希望小光能早点自己独立 之后在回家的路上 迪路兽亲眼看着小光消失不见 小光再次来到黑暗之海 迪路兽去找大福他们求救 阿奥想起小光曾敌到过海边 于是就来到海边附近找 小光这时经过的地方 用数码文字写着硬丝茅丝 在克苏鲁神话中 这里便是达共信徒所居住的城市 而达共的信徒是深浅者 之后小光来到一处洞穴 这里有人被困住了 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是奇蛙兽的样子 他们虽然带着邪恶环 但没有攻击小光 有人强迫他们膜拜新的神 在黑暗中他们只能看到小光 是他们呼唤小光过来救他们的 之后飞龙兽就过来攻击他们 这时现实世界的阿奥没有放弃希望 他找到了连接黑暗之海的通道 随后天马兽与飞龙兽战斗 因为小光的神圣计划在现实世界 所以迪路兽无法装甲进化 不过迪路兽让阿奥去破坏灯塔 原来灯塔里面藏着黑暗塔 破坏之后一道紫光照耀进来 迪路兽超进化成天女兽 一招天堂紫光飞龙兽被打败了 同时天女兽解开了奇蛙兽的邪恶环 然而他们却变成了生前者的样子 他们希望小光跟他们回去生猴子 很快就被天女兽给阻止了 生前者也再次回到黑暗之海 就这样这一集结束了 需要说明的是 黑暗之海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而达宫兽的外表是参考 克苏鲁的外形设定的 在原克苏鲁神话中 达宫是巨型的生前者的样子 隔天大家继续寻找黑暗塔 找了一整天肚子也饿了 然后他们就来到一家餐厅饱餐一顿 结果碰到了第一部的蛋蛋兽 就是强迫大和和阿猪打工的那只 这家店依然只收美元 付不了钱就打工还债的规矩还在 而小金他们只带了日元 这时一个帅气的男生出现 他叫麦克是美美的美国朋友 他愿意帮小金他们结账 美美因为美国的数码世界门开着 被光脏叫醒就带着麦克来看 麦克是在美国被选招的孩子 他的数码宝贝是比特兽 小金觉得麦克好帅大家开始聊天 麦克说自己是在1999年的纽约 看到了成熟期的金刚兽 这也许是他被选招的一个契机 一只也说自己在1999年的时候 他跟佳恩就坐在那家跌落的飞机上 而大福在那一年 是被吸血魔兽给抓的孩子之一 小金则是在2000年的春天 与迪亚波罗兽战斗的时候 他正在传电子邮件 这个是在剧场版里面的 之后阿欧终于认出了蛋蛋兽 蛋蛋兽也说自己已经改邪归正了 美美则选择无条件相信他 大家还鼓励蛋蛋兽勇敢做自己 这时被控制的金刚兽攻了过来 蛋蛋兽舍身为孩子挡下一击 接着比特兽进化成海龙兽 他在水中克制住了金刚兽 之后在仙人掌兽的配合之下 金刚兽的邪恶环被打碎了 美美让金刚兽好好回去吧 然而蛋蛋兽这时出现要攻击大家 美美阻止了猎烟兽他们 因为美美相信蛋蛋兽是被控制的 结果蛋蛋兽攻击了美美 美美让蛋蛋兽要找回真实的自己 这句话出动了小金 小金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他一开始就不喜欢蛋蛋兽 他也承认自己是以貌取人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自己 也正因此纯真装甲数码蛋出现了 马鹰兽装甲进化成忍者兽 忍者兽发现了蛋蛋兽的邪恶环 在大家的帮助之下邪恶环被打碎 蛋蛋兽过来跟小金道谢 此时大便兽突然出现要跟美美约会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纯真找到了他的技巧人 回到家电视还在播小钱失踪的新闻 大家约好明天继续前往数码世界 这时乖蛙皇的领地也出现了黑暗塔 邪恶环控制了这里的居民 大福他们赶到的时候就被包围了 逃跑的过程中小金遇到了一鹤兽 忍者兽与一鹤兽直接开打 不过对方人数众多 在乖蛙兽的帮助下 大家才得意逃脱并见到乖蛙皇 众人暂时想不到解决办法 于是乖蛙皇决定还是先睡一觉 结果一鹤兽竟然送他一个邪恶环 乖蛙皇就开始暴走了 就在大家装甲进化准备迎击时 马鹰兽收到了一鹤兽的挑战书 于是忍者兽前去迎战 小光他们因为被分散战力 所以打不过乖蛙皇 这时阿鲁想到一个计策 他们诱导乖蛙皇破坏了黑暗塔 这样被控制的数码宝贝就恢复了 也因此大家可以合力攻击乖蛙皇 因为乖蛙皇带的是邪恶螺旋环 这个是不用借助黑暗塔来控制的 终于乖蛙皇被打败了 而一鹤兽和忍者兽还在战斗 这是一场尊严之战 最终忍者兽的手里剑打碎了 一鹤兽手里的刀 一鹤兽也就暂时撤退 被救的乖蛙皇向孩子们道谢 这一切都被小贤看在眼里 不过他现在并不在意这些 而在下一次的冒险 大家来到一处海底油田 他们发现有装甲数码弹的反应 一只立马就冲进去 他认为这次应该是他的 随后超海龙兽就破坏了外部 导致一只他们被困在了海底 超海龙兽还打碎了管道 无奈之下孩子们只好打开止水阀 不过这样一来 他们的氧气就有限制 一只开始自责自己太过于冲动 穿山兽立马过来安慰他 这时巴达兽发现紧急救生艇 不过只能作为一个人 大家一致同意让最小的一只逃离 不过一只不肯接受 于是小鸡提议大家抽签决定 这当然是每个签都会中 所以让一只先抽 不过很快就被一只识破了 一只觉得骗人是不对的 无奈之下大家强行送一只进去 并让他去找阿猪和海狮兽求救 回到现实世界一只打不通阿猪电话 于是就准备去补习班找他 途中遇到自己的妈妈和爷爷 一只拒绝了妈妈送信的请求 但是他不能告诉妈妈自己要干嘛 爷爷这时阻止了妈妈的逼问 他说这样只会逼得一只说谎 爷爷还告诉一只千万不要说谎 随后一只来到了补习班 老师说阿猪在考试无法出来 除非家里遇到特殊情况 无奈之下一只只要撒谎 说阿猪的爸爸住院了 阿猪明白事情真相后没有责怪一只 他带着一只赶紧前去救援 路上还不忘记请光子昂帮忙 而这时大家在海底挖出装甲数码蛋 上面有诚实挥伤的标志 之后海狮兽赶过来 不过他不是超海龙兽的对手 随后巨精兽赶过来救大家 是甲虫兽通知的他 大家让一只赶紧去拿装甲数码蛋 一只十分的抗拒 因为这个蛋让大家陷入危险 另外就是觉得自己撒过谎并不诚实 最后在大家的坚持下 以及阿猪耐心的鼓励之下 一只理解了什么是善意的谎言 他拿起了诚实装甲数码蛋 穿山兽装甲进化成浅沙兽 这就是个单人潜水艇 之后在一只他们和海狮兽的配合下 超海狼兽终于解开了控制并离开 浅沙兽还带着一只遨游海底世界 接着时间很快来到了8月1日 这是太一他们约定的纪念日 因为1999年的今天是太一他们 第一次到数码世界的日子 大福他们也认真听着大家的回忆 此时在那个熟悉的电视台 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所有的拍摄画面都有个影子出现 到了半晚一致他们因为听到太多事情 所以一时间脑袋难以消化 之后阿欧跟着大和回家 他们听到了爸爸提起诡异的事情 第二天美美他们去看东京塔 阿欧他们在社谷想起了控制兽 而在太一的家里光子堂证实了 只要有神圣计划和电脑 就可以穿越到数码世界里面 毕竟暑假的时候电脑是就不能用了 8月3日的时候大家来到电视台 由于闪电的关系工作人员都跑出来 而迪路兽却往里面冲 因为他听到了呼唤 呼唤他的正是巫师兽 巫师兽过来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 暴龙改造者的背后有更强大的敌人 让被黑暗吞噬的人恢复原样 需要温柔能够绽放出金黄色的光芒 巫师兽确实已经是挂了 今天是巫师兽的忌日 所以大家才在这里悼念 在现实世界挂掉的巫师兽 似乎并没有在创始村重生 于是大家更加积极地寻找 暴龙改造者的基地在哪里 光子昂和一致他们爬上了一个地方 这里有好多黑暗塔 同时还有好多数毛宝贝在打架 之后他们就被发现了 逃跑的过程中小贤还过来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你们来干嘛 在小贤的黑暗神圣计划势力范围内 甲虫兽无法进化成比多兽 多亏刚钻兽的帮忙他们才逃出来 然后他们坐着比多兽逃走了 小贤只是坐在协用兽上观察 回到现实世界 大家互通情报后发现 小贤正在有计划的征服数码世界 于是大家决定要去攻打小贤基地 由于数码世界和现实世界时间同步 所以这一次攻打的时间可能会很久 这时小光说了一句 大家要有打不赢就不回来的决心 这句话让小贤有点在意 但是他没讲 因为太晚回去妈妈一定会担心的 然后太一提出大家可以去露营 大斧他们趁机去数码世界 由太一大和他们制造不在场证明 这时光子昂的妈妈进来 大家立马摆好姿势 小光踩到大斧了 因为露营最好能有个大人跟着 所以大和去拜托自己的爸爸 大斧的姐姐也知道他们要去露营 晚上小贤还在想着小光的话 这一次他确实比较紧张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也一直躁动不停 然后大斧他们去数码世界 他一大和光子昂去露营 结果大斧姐姐不请自来也要去 无奈之下大和只好让他闭上眼睛 倒数十秒然后大家赶紧开车走 来到数码世界大家发现 小贤的基地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 紧张的小金上天陆地的要找到基地 大家无奈也无法劝说他稍微停下 结果小金遇到蜘蛛兽的攻击 马鹰兽关键时刻帮他挡了一招 猎烟兽很快打败蜘蛛兽 大家为马鹰兽处理伤势 小金准备独自留下照顾马鹰兽 他不想因此拖累大家寻找基地 小光也跟着一起留下来 其实小光知道自己昨天说的话 给了小金不少压力 他好好安慰小金 之后小金对马鹰兽吐露心声 他也终于调整好了状态 晚上小金他们发现小贤的基地 小贤此刻正朝着黑暗漩涡前进 之后大家就会和一起过夜 早上阿欧和一只出发去小贤基地 留下大幅照顾好两个女生 而小贤从这里的画面可以看出 一个新的数码宝贝正在完成 接着一只发现了小贤的基地在海底 此时海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漩涡 那是通往黑暗能量的路口 小贤来这里是要回收黑暗系数码宝贝 虫虫兽此时感觉很不好 他觉得漩涡里面有不可描述的东西 可惜他阻止不了小贤 一只这时已经进入到基地 并看到动力室 穿山兽这时感觉到很冷 而一只并没有什么感觉 其他孩子也朝着基地前进 之后甲虫兽提醒阿武不要注视漩涡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吞噬 回过山岸的阿武也进入到基地 小贤这边因为派出的手下 都被黑暗漩涡给吸进去了 于是只好亲自出马回收素材 而他要回收的竟然是恶魔兽的残骸 这时一个声音提醒他 不要小看黑暗的力量 此时一只鹅阿武正在解救数码宝贝 阿武通过影像也看到了恶魔兽 他再次想起天使兽牺牲自己 把恶魔兽封印在黑暗地区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阿武影响很大 一只小贤一只发现阿武好像变了一个人 不过巴达兽提醒他 就让阿武自己处理吧 然后小贤完成了他的原创数码宝贝基米拉兽 他派基米拉兽攻击前来的小金和小光他们 基米拉兽是用比多兽的头 天使兽飞龙兽的翅膀 加鲁鲁兽的腿和角龙兽的尾巴 骨甲兽丧尸暴龙兽恶魔兽的手臂 再加上暴龙兽的身体以及 机械暴龙兽的头发 拼合而成的一只数码宝贝 小贤对于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 一只这时终于救出悲观的数码宝贝 而阿武也在基地内碰到了小贤 阿武嘲笑小贤在数码世界里 玩着自称为王的过家家的游戏 被刺激到了小贤一边自打枪阿武 随后阿武开始教训小贤 从龙兽而巴达兽对峙 基米拉兽则一炮打穿基地 看到同伴遇到危险 阿武和天马兽选择先去救援 小贤也心情低落地离开 大家也趁着基米拉兽突然停下来时 赶紧全部撤退 晚上基米拉兽继续到处破坏 基地所到之处树立起许多黑暗塔 孩子们嫌要阻止他但实力有差距 这时一只发现基地的前方有输油管 光子昂得知消息后想到一个办法 而此时小贤又听到另一个声音说 成为黑暗的一部分之后是逃不了的 小贤看到自己脚下的黑暗发出惊叫 但是随后他又恢复过来 种种兽则十分的担心 另一边雅谷兽他们在基地经过时 趁机打开输油管并点燃了火柱 小贤的基地也因此发生了点骚乱 大斧他们趁机进入到基地里面 孩子们准备破坏动力是停下基地 而基米拉兽赫安出现挡在他们面前 数码宝贝们的合力攻击 对他完全没有效果 基米拉兽在基地里肆意的攻击 大家也都被打回成原形 小贤则突然认出了斗丁兽他们 因为他在足球比赛的时候见过 重重提醒他那些是有生命的个体 小贤本能的让基米拉兽停止攻击 他准备亲自去打败孩子们 而在大斧这边大家意见发生分歧 阿欧提议暂时撤退 大斧觉得现在机会难得 而且再等下去的话 会有更多的地方被破坏 于是大斧和斗丁兽独自前往东力市 就在阿欧他们准备也跟过去时 小贤突然出现冰浪基米拉兽攻击 结果基米拉兽不停指挥自己飞走 此时传来了一阵笑声 看来是想要利用黑暗之地的小贤 反被利用了 重重受后违自己当时没有阻止小贤 接着他出现在东力市给大斧带路 因为现在必须要阻止基米拉兽 不然总有一天小贤会被吞噬 大斧也相信了重重受的话 他们一起来到东力市 并看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这时石头自动升起 激励动力停止 只见石头绽放出金色光芒 上面出现了温柔徽章的标志 在光芒的照腰下都应受进化V仔兽 接着石头变成了奇迹装甲数码蛋 伴随着数码之心升级 V仔兽装甲进化成了金甲龙兽 周身绽放着奇迹般的光芒照亮世界 这是圣骑士型数码宝贝 奇迹的光芒让麻鹰兽他们回复力量 基米拉兽也再次回到基地 他是还跟金甲龙兽战斗的 小贤以为他是为自己回来的 任凭宠龙兽怎么劝阻都没有效果 而在与金甲龙兽的战斗中 基米拉兽并没有顾及会伤到小贤 小贤这边论然知迷不悟 大斧他们这时过来斥责小贤 数码世界根本不是游戏世界 数码宝贝也是有生命的个体 是我们无可替代的搭档 然而随着战斗的愈演愈烈 基地即将崩溃坠落 于是大家都选择先逃出去 这时金甲龙兽已经到极限了 却还是没有对基米拉兽造成伤害 稍不留神金甲龙兽就被抓住 宠宠兽这边说小贤之前不是这样的 最早的小贤是非常温柔的 然而第二次遇到小贤时 却变成了暴王改造者 宠宠兽一直坚信小贤会变回去 因为真正的小贤是非常温柔的 接着宠宠兽将小贤推下去 自己带着邪龙兽去解救金甲龙兽 他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到金甲龙兽体内 只见金甲龙兽使出了一招极限圣战 借由温柔的力量 散发出奇迹般的金色光芒 基米拉兽就这样消失了 大府还看到了温柔徽章 而小贤此时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失败 他觉得游戏失败就三挡重挨好了 大家则告诉小贤 数码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数码宝贝也是活生生的生物 小贤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 都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这理解之下因为小贤注意到了 曾经出现在足球场的数码宝贝 在小贤的理解中 数据是无法在现实世界具象化的 接着暴王改造者的衣着消失了 宠虫兽也已经奄奄一息 不过他很开心小贤变回原来的样子 温柔的徽章自己回到小贤手中 小贤才是他的主人 温柔能够绽放出金黄色的光芒 巫师兽的话也应验了 小贤最后抱起宠虫兽 一生再见过后宠虫兽消失了 宠虫兽的离开让小贤回张起 自己哥哥小智的离开 这是他最不愿意想起的事情 小贤就是为了忘记那件事才来的 大福让小贤快点回家吧 大家也都没有胜利的喜悦 而在现实世界里 大福的姐姐还是找到了大和他们 在差点穿帮的时候大家回来了 之后因为一辆车坐不下那么多人 所以大福姐姐和大和一起坐巴士回去 收音机里也传来小贤回家的消息 就这样暴王改造者的事情告一段落 大家也都恢复了正常的校园生活 之后孩子们主动回到数码世界 主要是帮助重建数码世界 不过阿武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他们还能够来到数码世界的话 证明数码世界还需要他们 应该还会有新的敌人出现 另一边大福为了能够在小光面前 表现得更好一些 所以希望V仔兽能够进化到成熟期 为此他故意让鼻涕兽和红鼻屎兽 假扮怪物袭击自己 结果V仔兽并没有因此进化还生气了 接着大福又故意扯断吊桥 让自己身处险境看能不能进化 结果他们一起掉到水里 这里感觉做法跟太一当时有点类似 无计可施之后他们准备回去 结果碰巧看到鹿龟兽在小便 然后鹿龟兽就很生气的要攻击他们 大概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无路可跑 大福这时还跟鹿龟兽说 你要不要先洗个手再攻击我们 生气的鹿龟兽一掌就拍了下去 V机关头V仔兽终于进化成了 成熟期的V仔兽EX 不过最终鹿龟兽也好好地回去了 这集确实有点水剧情 接着我们来看看小贤的家 他似乎还没有从打击中缓过来 他一直在沉睡并寻找自己的心 回忆起小时候被称为天才的是哥哥 父母每天都陶醉在 别人对于哥哥的赞美当中 小贤每次都只是顺便被提起 渐渐的小贤产生出了 要是哥哥不在就好的想法 一天一个神圣计划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贤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哥哥的 然后哥哥拿起来之后却没有反应 于是神圣计划被放在抽屉里 随后在哥哥不在的时候 小贤拿起了神圣计划 就这样他第一次进入到数码世界 结果回来的时候被哥哥发现了 哥哥很生气地责备小贤 小贤也因此更加希望哥哥消失 结果不久之后哥哥出车或离开 之后的某一天小贤收到一封邮件 大概的意思是哥哥的离开是种解脱 并不是小贤主观思考造成的 小贤虽然不懂但是愿意相信 因为这样能让自己减少负罪感 那封邮件还缩持小贤来到数码世界 他让小贤拿起了神圣计划 结果小贤却来到了黑暗之海 他将神圣计划进入海中 就变成了新的黑暗神圣计划 小贤也从此发生了变化 回到现在小贤的父母开始反思 他们将哥哥的影子投射到小贤身上 反而忽视了小贤自身存在的优点 为了获得更多的夸赞 他们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他们承认自己不是合格的父母 现在只希望小贤快点醒来 这时小贤梦到一个画面 小时候在吹泡泡的时候 是哥哥在旁边帮他 并且夸赞只有小贤才能吹这么好 因为小贤懂得温柔的吹泡泡 接着小贤突然醒了 他对着父母问是谁 小贤没有失意 只是觉得自己对于父母来说算什么 而自己到底是谁 父母很诚恳的道歉 他们让小贤只要做回自己就好了 再次提起哥哥的离开 双方也都不自觉的流下眼泪 之后小贤看到神圣计划而徽章 他再次出发去数码世界 这一次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心在哪里 结果小贤来到了创始村 并得知挂掉的数码宝贝 会在这里重生 于是小贤开始努力寻找 期间被认出是暴王改造者 小贤再一次自责自己犯下的过错 他还将哥哥的离开归咎于自己 不过小贤决定勇敢的面对这一切 也因此记起了他刻意忘记的事情 他以前就跟宠荣兽一起冒险过 当时在旁边的还有秋山聊 宠荣兽那时跟小贤说过 让他要更加坚强 否则会被自己的温柔所吞噬 那个神圣计划就是小贤自己的 就像小贤的心直属于他自己一样 小贤也明白自己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勇敢的接受过去才能面对自己 小贤的温柔徽章开始发光 终于他发现了重生的宠荣兽 回到家后母亲已经气不成声 看到小贤回来妈妈十分开心 小贤也终于释怀了 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贤发现突然有个女人出现在房间 他还说小贤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从画面可以看出 他应该就是那个给小贤发邮件的人 隔天大家继续重建数码世界 大家还在想小贤怎么样了 一只似乎无法原谅小贤犯下的错 第二天大家继续来到数码世界 因为幼稚园修好了 所以很多数码宝贝都回来了 就在大家准备接着重建的时候 大斧发现V仔兽无法进化到成熟期 拿到小光和阿尔单独去试尔也不行 他们怀疑难道黑暗塔有起作用了 画面一转黑暗塔下竟然有个人影 接着大斧负责带娃 其他人继续重建并观察情况 刚钻兽在地下遇到了闪电球兽的攻击 而且明显是自发的攻击并没有受控 当钻兽也被打回成穿山兽 关键时刻穿山兽进化成战甲兽 来到地面后一只被风卷了上去 多亏飞虫兽就吓了他 接着飞虫兽直接干掉了闪电球兽 大家都十分震惊 然后小贤就出现了 原来飞虫兽是宠龙兽的成熟期 小贤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之后一只发现一座黑暗塔不见了 晚上一只还在纠结 为何小贤要救自己 昨天大斧劝说大家要不要接受小贤 结果除了大斧没有人愿意接受 而小贤这边在学校的成绩一落千丈 放学的时候大斧来找小贤 他问小贤要不要跟大家道歉 机会的话大斧来准备 小贤有意道歉但无法接受成为同伴 啊我看到这一幕觉得小贤应该变了 小金泽搞不懂要不要原谅 晚上飞虫兽又干掉了一只螳螂兽 但是眼前的黑暗塔还有很多 第二天在数码世界里 每每过来找巴鲁兽玩 巴鲁兽在采花回去的路上 看到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头发 操入到黑暗塔 并吓得了要破坏水坝的命令 巴鲁兽赶紧去找妹妹要进化 结果高丽兽突然攻过来打伤巴鲁兽 巴鲁兽告诉妹妹高丽兽要破坏水坝 只见妹妹一声求救巨吼 全员出洞立马赶往现场 这波操作全书甘拜下风 接着大家准备去阻止高丽兽 和闪电球兽一样高丽兽没有被控制 大家也被他打败了 水坝被高丽兽打出了一个洞 情急之下大家只能先保护小镇 水坝也被暂时堵住 而高丽兽还在往上爬 看来他是真的打算破坏水坝 目前看来只能干掉高丽兽 小精也突然醒悟 难道小贤也是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才干掉闪电球兽的 而一只还是不肯这样做 大府也趁机为小贤辩解 这时还得靠妹妹给小贤发救信 另一边忍者兽被打回了麻鹰兽 其他同伴也相继倒下 关键时刻飞虫兽阻止了高丽兽 然后巴鲁兽终于醒了 他说出了对手不是高丽兽 而是黑暗塔变的 一切真相大白小贤已经变好了 当小精说出小贤已经是同伴的时候 麻鹰兽进化成了成熟期的亚古拉兽 最终在亚古拉兽和飞虫兽的合作下 黑暗塔被消灭了 小贤也跟大家诚恳的道歉 他确实知道那个人可以改变黑暗塔 不过因为要自己收拾残局 所以小贤才没有跟大家说 他想要独自承担这一切 离开前小贤收到小精发来的消息 小精感谢小贤今天的帮忙 并等待他成为同伴的一天 隔天小贤和蠢龙兽看着黑暗塔 小贤无法得知黑暗塔变化的真相 但是他很清楚这些塔是他建的 而蠢龙兽也怪自己当时没有阻止他 他们立志要让数码世界恢复原样 另一边大斧他们刚修好了一座桥 结果那个女人用黑暗塔变出牛人兽 眼看牛人兽就要破坏刚修好的桥 大家也发现了这个牛人兽是黑暗塔 于是全力攻击干掉他 不过桥就要重新再修了 这时大斧提出可以让小贤来帮忙 一只似乎还是无法原谅小贤 而感受过温柔徽章的大斧表示 小贤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就在这时光子昂发现异常 一个地方的黑暗力量正在加强 而小贤这边已经推倒好多塔了 大斧赶来的时候发现 黑暗力量集中在小贤以前的基地里 大斧觉得只要把徽章放回原处 应该就能阻止 于是他联系小贤赶紧过来 而小贤这个时候刚刚回家休息 那个女人又来联系小贤 他其实就是来拖时间的 他还说之前选择控制小贤 主要是因为小贤比较好被控制 这时宠荣兽接起了光子昂的电话 小贤也才明白自己上当了 他赶紧前往数码世界与大斧会合 这时那个女人控制十座黑暗塔 变成了完全体大骨家兽 孩子们也亲眼证实了是怎么回事 不过大家打不过大骨家兽 天使兽的天堂之拳 对非黑暗系的数码宝贝也没效果 这时小贤终于赶到了 飞虫兽也过来帮忙 小贤要大斧他们先走 飞虫兽也是一样的 他们两个要自己承担这一切 大斧一巴掌拍醒了小贤 他让小贤好好考虑下身边的人 只有活下去才能好好的补偿过失 当勇气和友情唤醒了真正的温柔 小贤和大斧彼此心灵相通 画面突然就3D起来了 V仔兽EX和飞虫兽合体进化 机甲龙兽终于登场了 在与大骨家兽的战斗中 机甲龙兽完全占据上风 大家也都看呆了 而大斧则显得很兴奋 机甲龙兽提醒他们 不要再看了快去放徽章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大斧和小贤也是超有默契动作一致 小贤把温柔徽章放进去后 基地停了下来 就在大家以为阻止了爆炸的时候 基地又开始发生震动 那个女人告诉孩子们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 这时小贤发现了地上的管道 他们顺着管道来到动力室 这里聚集了非常多的黑暗能量 原来那些管子连接的黑暗世界 一直往这里注入黑暗能量才会这样 此时机甲龙兽打败大谷加兽后 也赶紧飞往基地 而爆炸眼看就要发生了 还好机甲龙兽及时赶到 他将管道破坏才阻止了爆炸 随后他们将基地炸个粉碎 这也是小贤自己所希望的吧 大斧很开心的邀请小贤成为同伴 而小贤这边原来是觉得自己没资格 他说还需要再思考一下就走了 之后大家回到现实世界 晚上大斧还在想着小贤的事情 而小贤这边也不明白怎么就合体了 第二天大家去光子昂家集合 光子昂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情况 其实以前也出现过数码宝贝合体 第一部结束后因为悬内的召唤 他们又去了一次数码世界 启示录兽被打败之后 数码世界的扭曲还是存在的 只有解除被黑暗力量封印的 守护数码世界的力量采样矫正 所以孩子们用自己徽章的力量 让扭曲的数码世界恢复正常 也因此他们的数码宝贝 才变得很难进化成完全体 好在徽章的源头也就是大家的内心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所以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化 以前是钢铁加鲁鲁和战斗暴龙兽 合体进化成了奥米加兽 这次是V仔兽EX和飞虫兽 合体进化成机甲龙兽 所以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合体进化 再加上那个女人不知还会做出什么 大符合小精觉得赶紧去看下比较好 结果光子昂的妈妈带着点心进来了 光子昂也是松了一口气 妈妈还问他甲虫先生没来吗 之后孩子们继续在数码世界推塔 回到现实世界后 大家还问斗定兽合体进化的感觉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 孩子们也在问大符同样的问题 被说到和小闲心跳一致 大符不知道为什么就脸红了 接着小光他们开始讨论各种组合 不过一直觉得还是被要勉强 他说他不喜欢战斗 另一边小闲也不希望经常合体 他担心这样会消耗许多能量 还有一点就是 他会自己能够跟大符合拍感到矛盾 之后那个女人看到被推倒的黑暗塔 还要从电视机里看到 孩子们说要抓自己的对话录像 他十分生气的向孩子们发出挑战书 让孩子们来巨大房屋找他 即使知道这次陷阱大家也没有退缩 先锋小队是大符一只和小闲 进来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敌声 接着大量昆虫形术毛宝贝围攻他们 因为敌人没有被邪恶环控制 同时也无法证明他们是黑暗塔变的 所以不好合体进化干掉他们 于是大家选择暂时逃跑 外面的小精他们也受到攻击 无奈之下只能往屋子里面逃 而大符他们刚刚用水冲退蟑螂兽 奇怪的声音又响起了 许多古泥兽出现并攻击他们 小闲和飞虫兽不慎落入水中 多亏一只带着浅杀兽将其救出 不过一只没有接受小闲的感谢 他说只是为了还闪电球兽的人情 看得出一只还是有点固执的 接着小闲顺着敌声找到那个女人 就在他们准备要合体进化的时候 飞虫兽突然被控制并攻击同伴 一只发现是笛子有问题 让穿山兽进化成钢钻兽抢笛子 结果连钢钻兽也被控制了 所以一只才明白 那个笛子能控制昆虫形数码宝贝 接着他们掉进蜘蛛网里 这里说明下蜘蛛不是昆虫是动物 属于截肢动物门珠行钢 只不过蜘蛛兽作为数码宝贝 是属于昆虫形数码宝贝 所以他才可以被敌声控制 此时V仔兽EX也无暇来救大斧他们 无计可施之下小闲让一只发求救信 因为现在只有一只的手可以动 大斧和小闲的姿势则有点糟糕 一只这个时候迟疑了一下 然后大斧将他动作快点 可惜其他人也都被困住无法脱身 小闲让一只不要放弃 终于一只想到可以利用空调脱身 于是小闲夹起了刚好就在脚边的木板 大斧一个精准的倒挂金钩 蜘蛛网被吹断大家暂时得救 小闲再次救下差点掉下去的一只 而V仔兽EX也撑不住变回V仔兽 大家暂时跑到抽地躲起来 但是刚乱兽他们还在被控制当中 只有小闲和一只合计之后想出办法 就是干扰笛声就可以了 原理类似主动降噪 即发出与笛声相反的声波 当播风遇到波谷就会相互抵消 恰好这是小精擅长的领域 于是小精利用书房的电脑 在R5和小光的配合下 他们先录下笛声得出声波 再经过处理得出用来降噪的声波 再把这个声音一放 一瞬间全数连背景音乐都听不到 大家也都恢复正常 非虫兽和刚钻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V仔兽提醒大斧不用说了 那个女人非常的生气 她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都没事 因为她是一只数码宝贝雅基地兽 她还说孩子们是赢不了她的 一开始确实如此 不过很快就被机甲龙兽打趴下 接着大家故意转移战场 雅基地兽种了胡椒粉陷阱之后 又被沙虫剂给喷到 接着还被R5他们给电到 终于消停下来后 孩子们问雅基地兽为什么要破坏 但是并没有得到答案 孩子们还是很犹豫要不要干掉她 这时木乃一兽出现了 她出奇不意的救走雅基地兽 接着一只还去跟小贤道谢 因为这次又是小贤救了她 而木乃一兽似乎很喜欢雅基地兽 她还放水给雅基地兽疗伤 之后孩子们继续组团推塔 休息的时候一只而小贤彼此不说话 小金和大福就想了个办法 让他俩一起推倒远处的黑暗塔 事后穿山兽而重重兽显得很开心 而小贤和一只早已看穿这个计划 小贤还觉得自己会影响团队氛围 大福你先把手拿开 之后大家在喝饮料的时候 大福还说希望小贤一只可以成熟点 直接被大家笑喷 另一边雅基地兽在想如何才能获胜 这一次她准备用100座黑暗塔 雅基地兽还来挑衅孩子们 随着100座黑暗塔的龙和 冲在前面的小光和阿妩他们 被一阵黑风直接吹倒 黑暗战斗暴龙兽赫兰出现在了眼前 大家完全不是对手 小金觉得只有鸡脚龙兽才赢 于是传信息叫小贤过癌 而小贤觉得还是不要破坏团队氛围 一只赌气觉得不要靠小贤了 小金则亲自去找小贤 在被小金挡了一巴掌之后 小贤跟着小金赶到现场 也因此可以合体进化成鸡脚龙兽 结果还是没用 大家最终都被黑暗战斗暴龙兽打败 然后数码宝贝第二步就此完结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黑暗战斗暴龙兽似乎有自己的意识 她并没有听命于雅基地兽 而是独自离开寻找更强的对手 她所经之处一片狼藉 大家都吓得瑟瑟发抖 雅基地兽他们则循着踪迹追上去 回到现实世界孩子们在思考对策 目前似乎只能期待新的合体进化 而小光则有点担心黑暗战斗暴龙兽 只为战斗而生的她有点可怜 然后大家就去到数码世界 途中经过敌路兽丢失神圣皇的地方 于是大家决定分头去寻找 小金和小光是一组 刚好小贤此时也在附近 结果他突然看到黑暗之海 并发出一声惊叫 小光听到后赶紧跑过去查看 之后他们似乎一起进到别的地方 发现异常的大斧他们过来寻找 结果大斧看到小光他们 之后小贤他们只要继续前进 途中小金提出一些消遣的点子 结果小光小贤在讨论事情没有听到 小金认为自己被忽视就很生气 他似乎在小光面前会比较在意 随后他们发现悬崖可能有神圣环 小贤这时觉得自己好像见过神圣环 但是具体的却想不起来 接着小金准备爬下去拿结果摔了 还好小光及时拉住他 此时下面突然出现了一片黑暗之海 小贤似乎因为恐惧而发出尖叫 小光和小金也都掉了下去 好在他们掉到了中间的石头上 而他们看到的其实是邪恶环 迪路兽也感谢小金的积极 不过这时发现麻鹰兽无法进化 所以他们好像上不去了 于是小金又开始各种惊慌失措 不过被小光一巴掌给打醒了 趁着麻鹰兽和迪路兽去想办法时 小光和小金互相谈怒而心生 之后他们通过绳子爬上癌 感觉小贤这时还没缓过癌 接着他们终于看到了黑暗之海 而数码世界的雅基地兽看到这一切 他还说小光他们进入一次元世界 不过因为要继续追黑暗战斗暴王兽 他随手用黑暗塔编个罗刹兽就走了 而这个罗刹兽进到黑暗之海 准备攻击小光他们 也因此打开了一个连接的通道 所以数码宝贝才得以进化 然而小光却因为无法对抗恐惧而害怕 非虫兽和亚古拉兽也不是罗刹兽的对手 V级关头小金一巴掌将小光打醒 他在这级已经删了两巴掌了 小金的真言唤起了小光心中的光芒 两个人就此心意相通 虽然画面没有3D起来 但是迪路兽和亚古拉兽 还是合体进化成了人面战英兽 一招冲上云霄打败了罗刹兽 大家也因此得救了 回到黑暗战斗暴王兽这边 他还是没有找到冷匹敌的对手 这时雅基利兽带着一群长矛相兽过来阻止他 这是200座黑暗塔编的 结果依然不是黑战暴的对手 他越胆越觉得空虚 也许无敌也是一种寂寞 而雅基利兽则说他不可能有感知 也许是合成的时候有杂志混入 不过他们准备放弃黑战暴了 在木兰伊兽的提议下 他们要去找附近的圣石 而黑战暴的痛苦还在继续 当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时 黑战暴看到了眼前的一朵小花 他用身体护住了那朵生命 并打败了最后一个对手 至于为何如此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羡慕这朵花有生命却没烦恼 但是他却又踩碎了这朵花 结果竟然还感到了心痛 另一边雅基利兽来到圣石所在地 他变出骑士兽准备摧毁圣石 大斧他们感到之后有点看不懂 这时尼菲迪兽说那可能是圣石 传说圣石被破坏的话就会发生巨变 于是大家就去阻止骑士兽 不过因为雅基利兽和木兰伊兽的参与 大家都被压制住了 紧要关头飞虫兽赶到救场 也因此局面暂时得以扭转 结果骑士兽的攻击打碎尔圣石上的一个环 在整个战斗过程期间 姚古兽找到了黑暗战斗暴龙兽 他们之间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黑战暴询问姚古兽心到底在哪里 有心的雅古兽却回答不上来 黑战暴觉得难道心是一种错觉 雅古兽否论了这一点 黑战暴问那为什么会有心 雅古兽的意思是有心才会成为自己 但是黑战暴作为被制作出来的物体 为什么还有心这个雅古兽答不上来 于是黑战暴问有心之后能获得什么 雅古兽回答可以获得同伴 然而黑战暴并不需要同伴 他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 如果他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战斗 而因为有心让自己迷茫的话 那就干脆把心丢掉好了 雅古兽急忙阻止了他 他说黑战暴有心绝对不是巧合 也许他们能够因此成为朋友 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来证明 雅古兽朝着黑战暴伸出友谊之手 就在他们准备握手的时候 骑士兽打碎了圣石的一个环 圣石因此发生了变化 同时也让黑战暴感觉十分难受 雅古兽只能看着他离开 回到圣石这边 木乃伊兽他们无法打碎圣石 但是这个时候黑暗战斗暴龙兽来了 他一下子就干掉了骑士兽 同时一炮将鸡甲龙兽他们打回圆形 接着圣石被他打碎了 只见一道龙卷顶部连接黑色螺旋 这难道就是黑战暴存在的意义 不过因为下一集直接回到现实世界 剧情上其实有点不连贯 所以可以推测黑战暴 应该是继续寻找破坏下一个圣石 下集一开始六年级的小金 去京都参加毕业旅行 顿顿受则交给光子昂帮忙照顾 而小贤正在光子昂这边请教问题 光子昂说起因应该是黑暗之海 小贤最开始进入到黑暗之海 神圣计划在那时发生了变化 大幅他们为了跟小贤对抗 所以他们的神圣计划跟小贤类似 在数码世界里 内心的想法会最先体现在外形上 问题关键是谁给小贤写那封邮件 小贤对于黑暗塔的记忆也很模糊 光子昂还说被选招了孩子 其实全世界都有 他们似乎都是因为1999年那次事件 遇见了跑到现实世界的数码宝贝 与其说是被选招 倒不如说是拥有数码宝贝的孩子 这时光子昂收到小金发来的邮件 不过他发现顿顿兽不大舒服 原来离开主人的话 数码宝贝在现实世界不大好生存 于是小贤准备带顿顿兽回数码世界 光子昂让小贤也留意那边的情况 然而在京都的小金好像看到黑战暴 此时黑战暴正在破坏下一个圣石 大幅他们晚来了一步 数码世界开始发生了扭曲 黑战暴也消失并出现在了京都 同行的还有其他数码宝贝 结果好像只有小金能看到 在小金的追赶之下 原人兽被唤醒出现在现实世界 小金向大幅他们发出求救 而大幅他们正准备和雅吉利兽战斗 原人兽已经开始攻击了 危急关头小贤他们赶到现场 他们带着原人兽回到数码世界 并把顿顿兽交给了小金 之后小贤赶去支援大幅他们 这时有两个人纹身过来带走小金 他们是素娜的爸爸和阿祝的哥哥 注意这是阿祝的另一个哥哥 不是第一步的那个 他们都从亲人那里知道数码宝贝 素娜的爸爸很感谢数码宝贝 因为他们让素娜成长了许多 根据素娜的爸爸所知道的情况 传说京都是唯一适合四神的地方 同时京都还在四方和鬼门 都建立了重要的神射守护 不这样做的话 据说会有妖怪过来骚扰 简单的说就是京都更容易受到异世界的影响 这也许就是数码宝贝 会出现在京都的原因 接着小金看到了黑战暴的队伍 这次他不小心叫出了武士兽 于是忍者兽前去与他战斗 最终借由一个笔记本 小金打开数码世界大门 那武士兽回到数码世界去 而黑战暴也回到数码世界 目前还剩下五颗圣石 之后大家在电脑室交换情报 小光解释了数码世界扭曲后的情况 如果加上黑暗之海 那就有三个平行世界 阿武则认为应该还有更多彩队 全部扭曲的话就会变成无尽黑暗 这时光子昂带来了好消息 简单理解就是可以看出黑战暴的位置 小光也将这个事情通知了小贤 然后大家出发去数码世界 不过这一次还是晚了 因为黑战暴已经破坏三个圣石了 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一条龙的影子 黑战暴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后他就消失了 孩子们赶到之后只看到一堆碎石 阿武对黑暗力量十分的愤慨 一只也发现阿武的这个情况 但是随后阿武则冷静了分析现状 一只搞不懂哪个才是真实的阿武 回到现实世界一只似乎有心事 现在猜也知道下一个合体进化 应该就是他跟阿武的数码宝贝 但是一只觉得自己并不了解阿武 晚上阿武还被噩梦给吓醒了 第二天大家继续寻找圣石 加布兽故还告诉大家位置 同时还说黑战暴好像是有心的 一只因为这个觉得不好干掉黑战暴 而阿武的态度则很坚决 之后阿武陪着一只走去圣石所在地 那个其他人是飞过去的 这一次孩子们终于抢占先机 还请保护好我方水晶 不过由于亚基利兽的干扰 机甲龙兽他们无暇顾及黑战暴 这时阿武和一只终于来到现场 然而天使兽和战甲兽也不是对手 阿武内心对于黑暗力量十分憎恨 天使兽也觉得黑战暴无法被打败 在天使兽被扔向圣石的时候 圣石突然发光了 阿武没有选择合体进化 天使兽超进化成了神圣天使兽 他打开了天堂之门 在被吸进去之前 黑战暴破坏了圣石 也因此神圣天使兽变回巴达兽 天堂之门也消失了 那条龙再次出现于天空并消失 他看上去好像是被束缚住了 事情结束之后一只还是看不透阿武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是否能合体进化 而那条出现的龙究竟是谁呢 在雪地里孩子们组织大家进行反击 只不过黑战暴一来 圣石很快就被破坏了 回到现实世界后大家都有点失落 而阿武则依然表现得有点愤慨 之后大幅邀请小贤去家里吃饭 小光和小精也一起去 阿武和一只有事先走 小贤的妈妈在知道情况后很欣慰 他为自己的儿子交到朋友感到开心 晚上一只去找大和 他主要想通过大和了解阿武 因为他不明白阿武为何会这么愤怒 大和将天使兽第一次挂掉的事情 详细地告诉了一只 这下一只终于明白阿武的心情 不过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干掉黑战暴 毕竟他真的有颗心 随后大和跟阿武说了一只的事情 阿武也有点明白一只的心意 晚上小贤留在大府这里过夜 醒来之后就收到了小光的通知 第六个圣石在海底 其他数码宝贝也过来帮忙 这一次大家严阵以待 黑战暴则直接冲入海底 不过在水中没有优势的他被打出来 岸上的同伴也顺势攻击 然而黑战暴一招先迟遍天 他一泡将海水给分开 圣石就这样暴露在眼前 一只这时独自挡在黑战暴面前 他想劝说黑战暴但是没有结果 一只因为黑战暴有心而不想打 但是他没有退缩 看着一只的眼神黑战暴想起那朵花 他有点迟疑要不要干掉一只 因为有心所以他会迟疑 黑战暴自己很厌烦这种迟疑 关键时刻天使兽救走一只他们 黑战暴破坏圣石后离开 他接着寻找最后一颗圣石 不过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就很生气 看着他破坏的英姿 雅吉利兽赞叹不已 木乃伊兽差点以为自己失恋了 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先到附近躲一躲 结果来到了数码世界的唐人街 这时飘来了一阵香味 他们来到了一家中华料理店 并点了两碗面 而大福他们也来到唐人街 同样闻到了香味之后 阿欧也决定先去饱餐一顿 只有一只觉得大敌当前这样很不好 他其实是有点过于较真 另一边木乃伊兽他们吃完面之后 就想从梦莫兽这里知晓汤的做法 发现无法沟通之后就叫店长过来 这里的店长是丹丹兽 他跟那个开西餐厅的丹丹兽是朋友 丹丹兽说汤的做法是商业机密 接着孩子们就遇到雅吉利兽他们 在经历了五个进化画面之后 他们没能打败对手 感觉被打败的时间都没进化时间长 同时小贤不在 大福没法合体进化 迪路兽和雅古拉兽也为肚子饿 导致合体进化失败 好在丹丹兽他们这时逃走了 雅吉利兽他们为了得到汤的做法 就不管孩子们去追丹丹兽 为什么有种火箭队的感觉 小贤在他们离开之后赶到 就在大家决定去追击的时候 一只提出我们的对手是黑战暴 所以需要足够的能量合体进化 因此大家还是先吃面吧 另一边木乃伊他们发现一个汤匙 上面写着中华料理汤匙 所以这就是汤的秘密了 就在木乃伊兽准备尝一口的时候 丹丹兽他们跳出来阻止 因为牌子上写着擅自喝会遭到处罚 不过木乃伊兽不管这些 在他尝了一口之后 持续将它卷进去 随后他跟着一块石头一起生了上癌 他还不小心将石头上的环给摘了下来 诶 这么好拿的吗 那这个环的意义是什么呢 回到餐馆大家已经吃完了 阿欧也跟伊兽说 他有预感能合体进化 就在这时圣石的绿光照耀四方 所以黑战暴和孩子们都来了 这一次阿欧和伊兽终于成功了 战甲兽和天使兽 合体进化成古神兽 造型类似日本神文时代遗物图偶 黑暗盖亚能量炮 古神兽将其尽速吸收 在三只合体进化的全力攻击下 黑战暴的盾被打碎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一定要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果无法知道真相 即使毁灭世界也无所谓 小光感受到黑战暴无尽的悲伤 黑战暴一步一步的走向圣石 这时大斧提出试着移走圣石 雅吉利兽他们准备出来阻止 结果被丹丹兽和蒙莫兽带走 接着孩子们用神圣计划对着圣石 只见六道白光丛之前圣石 被破坏了地方集中过来 并进入到孩子们的神圣计划内 在从神圣计划反射到眼前的圣石 一道彩光冲入云霄 一只巨大的数码宝贝出现了 他就是青龙兽 是数码世界东方护法 光与希望之魂的拥有者 他问黑战暴是否了解 破坏圣石导致世界失衡的后果 黑战暴不管这些就想跟青龙兽打 但是青龙兽的数码能量球一闪 就阻止了黑战暴 青龙兽说黑战暴存在的本身 封印了他的力量 还破坏了数码世界的平衡 树立在东方的黑暗之塔 就是封印青龙兽力量的元凶 而由100座黑暗塔合成的黑战暴 更是不折不扣的黑暗存在 这时雅基地兽也出来解释 他们建黑暗塔就是为了破坏平衡 他好不容易利用小贤建起黑暗塔 结果小贤却反过来破坏掉 所以他才做出黑战暴 结果黑战暴一直纠结存在的意义 由黑暗塔做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需要灵魂和意识 这句话直接冷落了黑战暴 黑战暴不肯相信这就是他的宿命 青龙兽则说黑战暴的存在 肯定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意义必须靠他自己寻找 存在即合理 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出自黑格尔法则学员里 一番话听完黑战暴心理释怀了许多 虽然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然后黑战暴就离开了 雅基地兽他们赶紧追了上去 接下来青龙兽开始解释情况 他是为了守护数码世界的 四只纠结体的其中一只 他们经过长期的战斗 结果被黑暗四天王分别封印起来 所以才有了第一部被选招的孩子 接着孩子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 黑暗四天王重塑了数码世界 也就是黑暗龙卷山的时期 之后八个孩子打败了黑暗四天王 但这并没有解开封印 因为数码世界的力量 都被用来恢复这个世界的原貌 要解开封印需要借助灰僵的力量 这也导致之后要进化成完全体 就必须要借助青龙兽他们的帮忙 接着数码世界到处都是黑暗塔 因此导致数码宝贝无法进化 这时期望世界平衡的抑制 就会自动启用古代进化的力量 那就是装甲进化 为了与黑暗烈量对抗 还做了三个新的神圣计划 由于孩子们拥有保存装甲数码蛋的容器 所以他们还能获得别的装甲数码蛋 而且温柔徽章仅限一次的变成 奇迹装甲数码蛋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时黑战暴发出一声怒吼离去 大家都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又接着说自己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力量 数码世界的平衡已经被破坏了 不过他在粉碎的圣石所在地 埋下了光明的种子 只要种子平安生长 就可以发挥跟圣石一样的作用 这时小钱担心如果不把黑暗消灭掉 那么就有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他是在隐喻自己的情况 阿欧则说这是不可能的 有光明的存在就会有黑暗 只要不迷失心中的光芒就不会有事 青龙兽则说这就是希望徽章的真意 打倒黑暗四天王并解除他封印的 正是光明与希望的徽章 当要与黑暗神圣计划对抗时 拥有古代力量的只有三只数码宝贝 而一起来的阿欧和小光 他们的神圣计划则发生了变化 也可以适应古代力量进行装甲计划 光明与希望两个徽章比较特殊 其他徽章是孩子们内心所拥有的力量 而光明赋予这个世界生命之光 希望象征无论身处何种黑暗 都会永保光明 当大家的心核为一体时便产生力量 从而促使光明绽放出更强烈的光芒 并且这束光芒也促成了进化 最后青龙兽还说威胁并没有解除 还有更强大的邪恶意志存在 他提醒孩子们不要松懈后就走了 青龙兽虽然出场几数不多 但是台词是真的很多 之后单单授请大家吃中华包子 阿欧还主动拿了一个给小贤 回到现实世界 Duff好像看到黑暗塔 但是一谎言又没了 接下来几天在孩子们的努力下 许多黑暗塔相继倒下 然后小贤向大家发出圣诞晚会邀请 他其实有点担心大家不会去 结果刚好相反大家十分的开心 一只也欣然接受了小贤的邀请 现实世界中因为跨年要到了 大家似乎也跟着忙碌起来 而雅基利兽他们也出现在现实世界 另一边Duff的爸爸刚把一些资料 给了阿欧的妈妈 然后一个叫吉川又继夫的人 拦下了阿欧的妈妈 他之前想打探光丘的事情 还有玉台场大欧的那件事情 不过后面都没有找到阿欧的妈妈 但是吉川自己调查完了 他还说那件事情没有结束 现在开始才是第二步的重点 全书定睛一看 已经过了38集了 接着来到平安夜这天 Duff他们来接雅谷授他们 主要是当做圣诞礼物给前辈们 大家都十分的开心 大河晚上有歌唱比赛正在练习 素娜带着亲手做的礼物不敢进去 太A鼓励素娜勇敢一点 可是全书看太A的眼神有点心酸 当爱心跟着友情走了 支撑你的就叫做勇气 不过Duff的姐姐也还没有放弃大河 晚上Duff他们在小弦的家 太A他们来看大河比赛 然而场外突然出现一座黑暗塔 黑暗巨龙兽带着猛鬼兽 直接冲入场内 因为黑暗塔的关系 雅谷授他们无法进化 其他地方也都出现了数码宝贝 此刻Duff他们在小弦家玩得很开心 太A这时赶紧打电话来求救 Duff他们赶到之后直接破坏黑暗塔 数码宝贝们也得以进化反击 最后大家合力把对手送入数码世界 同时小弦推断出雅基利兽 应该可以自由穿梭两个世界 事情结束后大家送小弦回家 因为他住的比较远 有数码宝贝的陪伴 这个圣诞节注定不一样 第二天新闻报道 世界各地都出现黑暗塔 同时光子昂还发现 世界各地通往数码世界的大门 全部都打开了 也因此有许多数码宝贝跑出来 于是大家准备去光子昂家集合 不过因为小弦家在另一头 所以Duff要独自前往小弦那边 这时世界各地都出现数码宝贝 各国也做出了相关的措施 但只要靠近黑暗塔电子设备就失灵 同时各国研究机关电脑里 关于三年前那次事件保存的资料 已经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篡改了 而在数码世界里 青龙兽将自己的数码能量球 给了一个人后就离开了 回到现实世界光子昂家 他正在和全世界被选招的孩子通信 原来大家都有通过网络保持联络 另一边小弦这里遇到三角龙兽袭击 因为黑暗塔的关系从龙兽无法进化 而且他也不会装甲进化 还好大幅及时赶到推倒黑暗塔 所以他们才得以进化对抗敌人 不过因为木兰一兽的插手 机甲龙兽相当被动 再回到光子昂这边 世界各地的数码世界大门已经关闭 所以现在要把现实世界的数码宝贝 送回到数码世界的话 只能靠新的神圣计划去打开大门 这时玄内终于来了 他是带着青龙兽的数码能量球来的 这颗球将力量传递给孩子们 同时也包括大幅和小弦 也因此一条龙突然三滴起来 机甲龙兽纠集进化 帝皇龙甲兽 他轻易的就将三脚龙兽送回去 而且他还能赶置黑暗塔的位置 一下子就推倒三座不同区域的塔 只有他们就先去处理 日本地区的数码宝贝 而玄内这边开始布置世界任务 其实这三年来 玄内和他的同伴 都在处理各国研究所的资料 不能让数码世界直接公之于众 如今他的同伴和其他国家的孩子 正在把处于迷惑中的数码宝贝 集中到特定的地点 所以需要拥有新神圣计划的孩子们 分别到指定区域帮忙打开大门 离开之前光子昂的妈妈 还很暖心的送来饭团 之后大家就坐着帝皇龙甲兽出发 他绕地球一圈30分钟不到 而亚基利兽这边又接到新的指令 接下来的三集都是世界任务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阿尔和太一去法国巴黎 小光和光子昂去香港 伊之和阿柱去澳大利亚 小金和苏娜去莫斯科 大府小贤大和去美国 在美国有麦克负责接应 他爸爸还是好莱坞的巨星 接着小贤大和坐直升机去墨西哥 美美也偷偷从他爸的车里 跑出来帮助大家 在这里他们还看到悬内的同伴 跟悬内长得一样的本杰明 其实就是悬内的复制品 插曲是祖利兽突然躁动不安 于是大家合力将他带过来 这里我们还能看到花仙兽 然后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 孩子们将数码宝贝送回去 美美的爸妈这时找到美美 大家都平安无事 在香港对抗的孩子是包氏三兄弟 这里的悬内复制品叫杰克 三兄弟感觉很喜欢小光 这里的插曲通过一句你好就化解了 大家将数码宝贝们送回去后 亚洲区的危机就解除了 接着来到澳大利亚 这里的悬内复制品叫做尤加利 这里的数码宝贝基本都会游泳 插曲是用石井套餐下宝三只海鲜 祖盾兽与大家一起制服羊路加兽 之后一只打开大宝礁区域的大门 这片海域的危机解除 然后我们来到法国巴黎 这里有阿奥的爷爷 他们在凡尔塞宫碰到了可爱的妹子 亚古圣和巴达兽 也都进化成完全体制服对手 插曲应该是泰A和阿奥亲的妹子 最后这里的危机也解除了 在墨西哥小弦他们也比较顺利 插曲是有数码宝贝进入玛雅遗迹 小弦在这里用西班牙语沟通无果 这里的悬内复制品叫和赛 在和赛的帮助下 小弦他们得以进入玛雅遗迹 因为担心小弦怕黑 所以宠仲兽把自己点亮 在里面还碰到这一辈选招的孩子 面对两个帅哥他更多喜欢小弦 宠仲兽还因此失措了 之后他们将对手引到一技外 加布兽也超进化成兽人加鲁鲁 制服对手后危机解除 最后来到莫斯科 虽然大家语言不通 不过还是通过菜名统一行动 比如说油渣包子是往右 红菜汤就往左这样 制服对手后 学内复制品亚利亚过来 让大家去帮忙制服长毛相兽 不过因为节暗天气 宿娜有点撑不住 好在大府他们及时赶到帮忙 就这样世界的危机被解除了 大家也都过上了圣诞节 而雅基利兽他们正在实施新计划 晚上阿奥回到家后 从妈妈口中得知吉川的事情 一只询问爷爷爸爸是怎样过世的 一只的爸爸叫做浩树 是在保护别人的时候牺牲的 他一则在提醒小光 大战就要到了不能手乱 意思就是要真的干掉对手才行 小贤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做梦了 原来以前他在和秋山聊冒险的时候 他当时推开秋山聊 但是有个东西进入到体内 蠢龙兽也大概记得这件事情 不过那之后小贤并没有什么异样 小贤自己的记忆也很混乱 第二天新闻报道说 有许多小学生陆续失踪不见 然后又来了一个插曲 在日本突然出现海魔兽 还有熟悉的女恶魔兽 以及丧尸撒旦兽 孩子们也都出来跟对手战斗 天使兽和女恶魔兽 护山巴掌的桥段也还在沿用 比较差异的是丧尸撒旦兽 他竟然可以制住帝皇龙甲兽 不止如此 他还逐个打败亚古兽他们 接着他举起了一辆巴士威胁大家 光子狼说亚古兽他们 在现实世界大家就会有危险 必须要快点送回数码世界 而亚古兽他们选择把剩下的力量 全部都给被制住了帝皇龙甲兽 也因此帝皇龙甲兽改变成战士形态 然后亚古兽他们就回去了 只见帝皇龙甲兽一记光子雷射 就这样干掉了丧尸撒旦兽 并救下了巴士里的孩子们 这时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 他就是究极魔兽 他想要带走小贤 因为之前在小贤体内种下的东西 现在已经长出来了 然后亚基利兽他们也出来抢小贤 原来是他们绑走了孩子 而且看得出究极魔兽 和亚基利兽他们不是一伙的 因为车上有被骗的孩子们 所以小贤答应跟亚基利兽走 大斧他们赶紧去追 而女恶魔兽也在追 接下来的剧情我们抽出来讲 首先因为大家把力量给帝皇龙甲兽 所以无法再进行超进化到完全体 狄独兽希望小金和英兽一起战斗 小金对于要干掉数码宝贝有点犹豫 人面占英兽也一直没下杀手 最后女恶魔兽用路人威胁他 危急关头小金用滑板偷袭女恶魔兽 人面占英兽在小金被攻击之前 干掉了女恶魔兽 小金也在学着面对 同样情况的还有一只 因为海恶魔兽后面又出现了 与只对抗的是古神兽 他们打到了医院附近 这里有很多行动不便的人 所以一只他们就赶紧去帮忙 最终古神兽还是干掉了海魔兽 一只同样也在学着接受这一切 其实这应该是一只和小金 第一次真的干掉数码宝贝 有点难以接受也算是正常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吉川这边 因为孩子们牵制住敌人 所以吉川这边暂时没有受到攻击 原来一切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吉川 吉川是小贤爸爸的同事 他在小贤哥哥的葬礼上见过小贤 当时他觉察到小贤身上有黑暗种子 给小贤发邮件的也是吉川 雅吉地寿他们是吉川的属下 或者说是吉川做出来的 黑暗种子可以让人 脑子变聪明并增强运动神经 这正是这些被骗的孩子们想要的 他们一点都不着急回家 而吉川要做的就是 移植小贤身上的黑暗种子 到其他孩子们的身上 然后小贤就暂时晕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移植已经开始了 接着吉川准备前往光秋 大斧带着宠荣兽在后面追 吉川似乎不喜欢光秋这个名字 感觉他现在更加崇拜黑暗的力量 之后大斧终于追上了他们 同时究极魔兽也出现了 他是来拿黑暗种子的 大斧也向大家发出求救信 吉川因为移植已经完成 所以他很爽快的要交出小贤 不过中途被大斧他们救下 但他们不是究极魔兽的对手 并且究极魔兽还发现了其他孩子 他想一并将这些孩子带走 吉川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但雅吉地寿他们也不是对手 好在这时大家都陆续赶到支援 吉甲龙兽也趁机金光城帝黄龙甲兽 最尴尬的是还是打不过 接着究极魔兽准备威胁小贤 而帝黄龙甲兽改变形态挡住这招 不过大家也只是僵持不下的状态 这时一只想到一个办法 把究极魔兽送回数码世界 而究极魔兽则直接打开大门 他是可以自由穿梭两个世界的 这时小光和阿欧想到 可以把他送到黑暗之海 小贤的黑暗神圣计划可以打开 通往黑暗之海的大门 只不过小贤要承受黑暗带来的恐惧 其他孩子则紧紧握住小贤的手 最后在勇气的鼓励之下 小贤终于平静下来 黑暗之海的大门也打开了 究极魔兽认出这是达高兽的海 然后大家合力将它推进去 究极魔兽只留下一句你们会后悔的 这个坑就这样漏眼可见的埋起来了 接着急穿根被骗的小孩们说 不要忘记光丘这个地方 然后就逃走了 警察赶到之后解救了小孩 大家也都各自回去了 对了大府的姐姐觉得 送大府回家的阿祝的哥哥还不错 因为他看到素纳和大和是一对了 之后小贤告诉了父母 包括数码事件和他所经历过的事情 另一边急穿在等待黑暗之花的盛开 隔天大家来找小贤的爸爸 因为急穿是他的同事 昨天而今天急穿都没有来上班 小贤他们带走了急穿的资料 但是怎么看急穿都只是个普通人 而急穿这时带着雅基利兽他们 找了个地方休息 便是在播着昨天骚乱的报道 因为无法解释情况 所以只能归咎于幻觉或集体无意识 急穿现在就等着黑暗种子发芽 有小孩因为黑暗种子变聪明 一天不到就写完全部假期作业 父母也在虚荣心作祟之下 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是个天才 另一边因为阿奥的妈妈 是现场采访记者 所以他有被骗小孩的名字和地址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去接触他们 结果基本无功而返 晚上天空下的大雪 木乃伊兽在坐着晚餐 急穿让雅基利兽去给车上防滑链 接着黑暗暴来到现实世界 隔天孩子们开会讨论 现在只能先观察那些小孩 等着急穿进一步的行动再做打算 而此时黑暗暴已经攻向急穿他们 另一边他也和小光被叫来数码世界 雅谷兽他们解释 因为青龙兽把力量送去现实世界 而那个力量是维持数码世界平衡的 也因此导致黑暗暴去而现实世界 青龙兽又再一次给了雅谷兽一些力量 所以现在只能靠他去阻止黑暴 而黑暴暴之所以去找雅基利兽他们 就是想看下制作自己的人 因为雅基利兽他们也是通过 急穿自己的遗传基因数据做出来的 所以总的来说都是急穿的关系 黑战暴说自己一直在寻找 一个认同自己存在的地方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 他现在知道原因了 因为被现实世界的吉川 所做出来的他们 根本不属于数码世界 黑战暴还说异类必须去除 而且吉川也是异类 吉川似乎对这个评价有点愤怒 可惜就在要动手的时候 亚古兽他们前来阻止 也因此我们再次看到久违的进化 亚古兽从成长期越级进化到究极体 战斗暴龙兽登场了 吉川他们则趁机跑去光秋 小光和尼菲迪兽去追击 其实他一之所以阻止黑战暴 是因为估计现在只有吉川有办法 处理小孩们体内的黑暗种子 在黑战暴与战暴战斗的时候 其他孩子们也过来帮忙追击吉川 不过最终还是让他跑了 另一边在帝皇龙甲兽的帮助之下 他和战暴终于打赢了黑战暴 之后他们有了以下这番对话 黑战暴觉得要是把自己干掉就好了 虫虫兽说他这次想逃避 活着本来就是会有各种烦恼 在困难也要学会咬紧牙关去面对 亚古兽说活着也会有许多快乐的事 他所做过的一切事情 都是他存在的证明 V仔兽说自己每天吃睡晚很开心 充实的过好每一天就会感到快乐 黑战暴说这样的生活太不像样了 但是他想去尝试下这种生活 他感谢完大家的开导后就离开了 而在数码世界中 家步兽他们正在尝试关闭光秋大门 回到现实世界大家还在观察小孩们 而在一只的家里 爷爷发现穿山兽原来是数码宝贝 其实一只的爸爸号树 以前就发现数码宝贝的存在 还曾经说过想去数码世界 接着在爷爷的帮助之下 妈妈才同意一只今天可以出门 而在被植入黑暗种子的小孩中 其中一个叫贩子的希望 自己的黑暗种子可以提前发芽 他觉得现在才是真实的自己 要让大家见识到自己的实力 他甚至还对父母大发雷霆 吉川这时来到贩子家附近 在与一只对峙当中 吉川突然发现 原来一只是号树的儿子 结果吉川带着雅基地兽他们走了 其实吉川认识一只的爸爸号树 而且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可惜号树早已离开人世 吉川对此懊悔不已 但是他又不想承认自己的脆弱 第二天一只告诉爷爷 自己碰到爸爸的朋友吉川 而贩子的黑暗种子也发芽开花 吉川过来想要带走贩子 双方将持不下 随后吉川收走了贩子的黑暗之花 并将没用的贩子还给孩子们 一只则冲上去质问吉川 成为爸爸朋友的他为什么要做坏事 吉川从一只的眼神里 看到曾经号树的影子 不过吸收了黑暗之花力量的他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团紫气 这时黑战暴也赶过来帮忙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他指出吉川做出了雅基地兽他们 主要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孤独 吉川则不想承认自己是那么脆弱 黑战暴还说吉川即使获得强大力量 也不会从孤独的包围中脱身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孤单 吉川顿时脑壳疼 接着一只的爷爷也来了 他说出了一部分真相 吉川和浩树小时候是很傲的朋友 他们都相信有数码世界的存在 爷爷当时很担心这样的情况 于是就禁止浩树讨论这个话题 浩树悲伤的表情他现在还记得 但是长大之后的他们依然坚信 数码世界是存在的 结果浩树却突然过世了 吉川当时非常的沮丧 因为浩树是他唯一的朋友 爷爷其实也想要帮助吉川 他希望吉川可以做他的朋友 跟他一起聊聊浩树小时候的事情 这些话确实触动了吉川 然而吉川似乎被身后的紫气控制 他竟然出手攻击爷爷 还好黑战暴舍身挡下了这招 同时吉川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影子 黑战暴也认出这是谁了 他还提醒吉川不要被那家伙支配 不过吉川已经逃走了 他想要收集更多的黑暗之花 然后实现去数码世界的愿望 而黑战暴已经快不行了 不过他最后选择用自己的生命 去封印住数码世界与光丘的大门 虽然我们不知道黑战暴 最终是否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是不会被大家忘记的 隔天那些被骗的小孩们都在光丘这边集合 大府他们也在一旁观察 然后光丞的妈妈送来饭团 因为他觉得其他家长都在帮忙 自己也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接着他就想去找那些被骗小孩的家长谈一谈 说不定这样会有效果 小贤也说自己体内的黑暗种子 停止生长是因为觉察到父母的爱 不过很快吉川就出现要带走小孩 他说不取走黑暗之花的话 孩子们最终会变成黑暗之树 小贤那个因为是原始种子 跟小孩们的复制品是不一样的 接着吉川准备打开光丘的大门 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大门已经被封印 所以孩子们打算趁他惊讶的时候 在趁机采取行动 期间吉川还解释了几个问题 他第一次看到了小贤就发现 小贤是被选招的孩子 也因此才选择小贤下手 黑暗塔原本是在打高兽海域的东西 有很多作用的 最有用的是破坏数码世界平衡 其他作用编剧没说我也不清楚 吉川要破坏平衡是为了 让身为大人的自己 也可以进入数码世界 吉川自己可以打开大门却也无法进去 他将这个归咎于数码世界 无法接受心灵不单纯的大人 所以他采用自己的遗传基因 做出雅吉利兽他们送到数码世界 但是因为孩子们破坏了黑暗塔计划 所以他才改用黑暗种子计划 今天终于等到他人生第一次 可以进入数码世界的时候 吉川也感慨要是好数再就能一起去 然后吉川放下了最后一张牌 可惜放错了 当年最后一张牌放的是哥马兽 也因此吉川他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吉川看着小孩们开心自己也很开心 结果却发现这里并不是数码世界 小孩们也哭成一团 这时一张熟悉的大嘴出现了 这张嘴解释了来龙去脉 三年前数码世界暴露于现实世界 那是吉川第一次看到数码世界 他举着好数的照片想让他看到 然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看着当时他一胎们去数码世界 吉川也非常想去 正是他的这份固执与悲伤 让坏人钻了空子 吉川愿意舍弃自己的良心变为宿主 只为了能够去往数码世界 而迪路兽也终于认出来 那个坏人就是吸血魔兽 吸血魔兽来说那个邪恶环 就是复制迪路兽的神圣环 然后进行数据逆转得出来的 接着他从吉川口中出来 并且说到黑暗种子的计划是假的 黑暗之花的主要目的是让他重生 然后吉川就倒下了 吸血魔兽则吸取孩子们的黑暗之花 获得利昂的吸血魔兽 进化成了贝利亚吸血魔兽 他直接抓起了雅吉利兽并折磨他 贝利亚吸血魔兽可以读懂别人的心 所以最后他把雅吉利兽干掉了 木兰一兽因此心痛不已 对于一心求死的木兰一兽 贝利亚吸血魔兽则一击干掉他 因为他需要的是恐惧的力量 接着孩子们开始害怕起来 有时也来第一次十分的害怕 这时只有勇气一人没有被吓倒 他也下定决心要勇敢站出来 小贤这时想要阻止大斧 然而自己的手穴抖个不停 大斧则安慰他说没事 他一个人也可以战斗 不过V仔兽EX确实不是对手 阿欧也觉得要不要重藏记忆 大斧则坚信一定能赢 正是因为这份相信 V仔兽EX成功打到贝利亚吸血魔兽 不过贝利亚吸血魔兽很快使出了一招精神幻象 大家都陷入自己期望的生活中 仿佛置身于此就可以无遇无虑 阿欧看到自己的家人团聚在一起 但是巴达兽提醒他这不是真的 随后大斧过来帮他摆脱幻象 小金看到自己人独自享受美食 马鹰兽看出小金只是偶尔需要独处 其实跟兄弟姐妹在一起更开心 然后V仔兽EX过来带他们走 一只这边牵着自己爸爸的手 但随着爸爸的离开而穿山兽的提醒 一只也明白这都不是真的 接着烈焰兽过来接他们 小光这边看到有许多的孩子 都有自己的数码宝贝而且相处融洽 不过在狸鹿兽的帮助下 他也认清了这些都是假象 随后雷龙兽过来接他们 而小贤看到的是 暴龙改造者被绑起来惩罚 所以小贤的内心一直渴望的是赎罪 接着他哥出现告诉他已经够了 虫虫兽则说不要再苦恼过去了 然后大家都过来接他们 就这样孩子们破除了这一招 关键同时出现 烈焰兽雷龙兽V仔兽EX 一起攻击贝利亚西血魔兽 大斧说自己只是有了想要达到对手 想要变得更强大的心愿 于是就有了眼前的结果 阿欧推测这个世界应该是 以精神思想为力量源泉的 于是一个数码宝贝出现多个形态 不止如此只有合体进化也加进来了 而且还有两只帝黄龙甲兽 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大斧的勇敢 贝利亚西血魔兽也觉得 为什么只有大斧没有被迷惑 大斧则说虽然自己也有烦恼和不满 但这些并不是坏事 希望比现在过得更好才是重要的 他现在的愿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达到贝利亚西血魔兽 然后两只帝黄龙甲兽同时出招攻击 贝利亚西血魔兽被打出这个世界 孩子们追出来之后发现是数码世界 数码宝贝们也恢复正常 但正因来到数码世界 所以贝利亚西血魔兽 得以控制这边的黑暗力量 他变得巨大力量也增强许多 帝黄龙甲兽他们直接不是对手 贝利亚西血魔兽还想将现实世界 和数码世界统一为黑暗世界 这也是他三年前的愿望 大斧他们眼看就没有办法阻止 那些被骗的小孩也都非常失望 他们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而在现实世界中 光子昂他们将家长门带来光丘 他们要把贩子带去找集穿 但是不知道如何打开大门 就在这时 各地亮起了点点希望之光 全世界被选招的孩子 都举起了自己的神圣计划 数码世界中的数码宝贝们 也都集中到大斧他们这里 大家都是爱保护自己的世界 这一刻无数的光从地球发出 他们连接到数码世界自己的同伴上 也因此光丘的大门打开了 太医他们连同世界各地的孩子 全部一起降落到数码世界 这些光芒让贝利亚西血魔兽不舒服 这时贩子却说 果然被选招的孩子都是特别的 其他小孩也觉得自己很没用 他们这些消极的想法产生黑暗力量 贝利亚西血魔兽则趁机吸食掉 大斧他们尽力开导小孩们 大斧还说出自己的梦想是开拉面店 有了这个开头小孩们也敞开心扉 贩子是想做幼儿园老师 随着小孩们一个个重拾梦想 贝利亚西血魔兽的力量逐渐消失 小孩们终于来到了数码世界 他们也见到了属于自己的数码宝贝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小孩们也有了自己的神圣计划 接着大家将力量借给帝黄龙甲兽 只见他一招纠集死亡 贝利亚西血魔兽就这样被打败了 大家都十分的开心 悬泪这时出来把神圣还给狄鲁兽 之前需要神圣还的帮忙 才能压制黑暗力量让大家合理进化 他还说孩子们之前去的那个世界 是把人类冤枉具象化的世界 其实数码世界也是以 人们冤枉的力量为源头存在的 另外黑暗种子不拿出来没事 只要大家相信能够实现梦想的力量 种子就不会发芽 这时一只扶起了吉川 他想帮吉川进入数码世界 吉川也终于明白自己误入歧途 然后他的数码宝贝皮皮兽出现了 因为吉川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希望 可惜吉川已经命不久已 贝利亚西血魔兽破壳而出之后 他的身体已经游进灯窟了 所以他没有力气进入数码世界 但是他看着眼前的数码世界 竟然是如此荒凉 为了达到敌人 数码世界消耗掉太多的能量 而吉川此时还在那个世界 所以他用尽自己所剩的全部力量 希望数码世界能恢复原貌 他化成了无数的蝴蝶飞往数码世界 也因此数码世界恢复往日的生机 时间一晃25年过去了 阿欧变成大作家 将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公之于众 现在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数码宝贝 当年冒险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 胎一变成现实世界 与数码世界的外交官 并生了一个儿子 大和与加布兽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对登上太空的人类和数码宝贝 对了 大和与苏娜结婚了 苏娜成为一个以和服为主的设计师 阿祝成了数码世界的第一位医生 美美成了烹饪大师 光子昂在进行数码世界的研究 小光变成了幼儿园老师 小贤和小金结婚并有三个孩子 小贤变成了警官 一只成了辩护律师 大福真的开了一家拉面馆 并且还在世界各地连锁了起来 就这样数码宝贝第二部结束了 黑暗与光明的争斗虽然会一直存在 但只要大家心中没有放弃 对于光明和梦想的追求 就不会被轻易打败 我是玄叔 不要轻易的放弃梦想 我们下个视频见